大家好 今晚跟大家分享一个鱼头 在我们夏威尔想吃的新鲜鱼头 挺难的 这个鱼头是我朋友帮我买的 舍藏过来的鱼头 今晚煎了它来吃 一个很简单的家常菜 将鱼头煎一下 再炆熟 鱼头很大 这就是鱼头 晾一下 鱼头匀 放入少許油 等於反轉去煎 我把火燒得最小 我現在來反轉去 去煎在這一邊 骨枝不足 煎的時候我們來調些醬 那邊有薑、蔥 我現在加少許白糖 少許鹽 你看,手在煎入少許 help 加少許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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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醬油 加少許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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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一点蚝油 少许OK 加少许柱蚝醬 加一点水 放一点老抽 好了 将这碗调好的酱汁 倒入鱼头 哇 这辣椒很功倍 再煮一下 水滚 加一些豆腐泡 放进去 我现在要加一点 放入鱼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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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要放入鱼头 放入鱼头 把鱼头放入。 放入鱼头 放入鱼头 差不多熟了 鱼汁 煮多1分钟 OK,熟了 熟了 煮至水 煮酱汁 花葱 再加 酒 放 少许炉 煮食粉 芡 煮食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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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熟蒸 也有豆腐吃 豆腐煮 我先試一下 哇 這肉很漂亮 也不怕太濕濕 OK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關注 喜歡的請LIKE 或者Subscribe 拜拜 耶 多謝